歡迎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收看小明星 歡迎收看小明星 台湖的今期法內高修 劉備總高修 教授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這節目呢 邱阿土來跟咖喀天使團 平透社的習慣之外 投明錄到YoutubeMessage 同步習慣 韓國 國畢社會用天蓋 Podcast的平台 沒聽得到 老師 當然 我們看到這個消息 其實我們都覺得 有點不敢置信 就是川普他又第二度被提名 繳逐諾貝爾和平獎 當然原因就是 他促成了中東的和平的到來 那現在這件事情就是 15號的時候 以色列跟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即將在白宮要簽署歷史性的協議 這樣的協議是怎麼達成的 我們大家知道說 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 其實長久以來應該是不合法 還是說其實他們的衝突 並沒有這麼大 對 我們當然了解一下 這個阿拉伯事件裡面 承認以色列的 其實一共只有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埃及 一個就是約旦 約旦因為約旦和西岸 我們講以色列佔領區 約旦和西岸 西岸有很多的 就是巴勒斯坦的難民 什麼的 這個歷史上的原因 但其他的為什麼不能跟以色列建交呢 因為過去巴勒斯坦 這阿拉伯人 那比較阿拉伯世界的一個團結 所以他們就是跟巴勒斯坦的命運是綁在一起 就是巴勒斯坦問題如果不解決的話 那就很難繞過巴勒斯坦去跟阿拉伯世界的國家建交 所以哪怕阿拉伯的國家跟以色列有私下的來往 那麼但是他們還是不會要跟他 或者不敢跟以色列建交 那這一次為什麼特別有意義呢 因為就是第一次以色列繞過了巴勒斯坦問題 然後直接跟這個阿拉伯 或者我們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去建交 跟阿拉伯建交 這次所以巴勒斯坦人覺得 他們是被犧牲掉了 被北伴了 對 那為什麼會跟阿拉伯建交呢 因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曉得阿拉伯 或者他是在這個波斯灣旁邊 但是這波斯灣是小國嘛 小國那對的呢就是伊朗 你曉得中東的一個權力平衡 就是伊朗是波斯人 沙特阿拉伯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跟波斯人 然後或者說是沙特呢 沙布地阿拉伯呢 他是遜尼派 伊朗是什葉派 這兩個是對抗 對抗那麼在阿聯酋呢 或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呢 他是面對著伊朗的威脅 面對伊朗威脅 所以他也需要以色列來幫忙 不管是在網路的攻擊 網路的防衛 加上這個新冠病毒 他也需要以色列的這個幫忙 所以他過去本來就有來往 那現在更有因為 不管是經濟啦 不管是疫情啦 不管是伊朗的問題啦 都讓他覺得說 他這個時候應該 以色列建交 所以這才有這個成熟的機會 然後川普又用 又在後面去推破助瀾 然後再幫忙說 他去撮合他們的建交 那麼讓以色列先不要 先同意暫緩兼併 越旦和西安 然後這樣子阿聯酋才可以說 我今天幫那個中東解除了一個定時炸彈的一個隱信 所以這才有一個建交的一個理由 老師那你剛有提到說其實現在整個阿拉伯世界有三個國家 現在包括阿聯酋的話 有三個國家要跟以前建交 那之前跟埃及建交的意義跟約旦建交的意義 跟這一次又有什麼不一樣呢 對 以前呢當然是 你說跟這個約旦 約旦因為實在我們小時候就覺得是地理危止 那美國也在說 就講說我們常講西岸西岸 那約旦和西岸 那東岸就在約旦嘛 對不對 有很多的巴勒斯坦的難民啊 這些問題 所以如果不建交的話 這塊地方搞不定 搞不定所以當然這個美國當然也在後面說 那給了約旦多少的援助 多少軍事經濟的援助 那埃及這邊主要是西奈半島 西奈半島 埃及西奈半島 以色列他打了中東戰爭以後呢 後來他跟埃及達成協議 就是西奈半島這邊還給埃及 還給埃及 埃及拿回來這個土地 然後跟他建交 所以是等於是有點像是犧牲的土地換了建交 就當年就叫土地換和平嘛 土地換和平 然後什麼土地 以色列把土地放回他放回去 然後埃及跟他建交 但埃及也比較遠 那麼但是也就到這裡為止了 也在美國調停之下 當時也讓他們得了一些 諾貝爾和平獎什麼 但也就到這裡為止了 那後面當然大家最主要是看 那沙烏地或者沙特 他到底到底要不要跟他建交 那沙烏地說 我當然是阿拉伯世界這個領導 在巴勒斯坦問題沒解決之前 關係再怎麼好 我也不可能跟以色列建交 所以沙烏地就沒有 老師您剛有提到說 這次的建交情形其實是以色列 他有點同意是 我暫緩了約旦和西安的 兼併的這個進程 來換取這個可能性 那我其實也蠻好奇說 兼併約旦和西安到底 會是他拿來談判的籌碼 還是其實以色列真的有想這樣幹 對 這個是好問題 這為什麼是好問題 這我覺得從頭到尾就是川普的 他的整個打造中東新秩序的做法 我們想先講川普的部分 川普他在講說 川普你說顛覆了很多以前人 不敢碰的問題 川普最大的特色就是 以前你不敢碰什麼 我就碰什麼 所以他覺得我們承認事實 不要偽善 不要偽善 比如說以前大家都知道 以色列他首都就是耶路撒冷 但是巴勒斯坦他要建國 他將來要在東耶路撒冷就定都 那定都 以色列如果把他耶路撒冷 作為首都的話 巴勒斯坦怎麼建國 怎麼定都 所以大家都說 以色列你首都在特拉維夫 那麼這個川普就講說 那你本來就在耶路撒冷 那何必講特拉維夫 所以第一個他承認說 你的首都就在耶路撒冷 然後全世界嘩然 第二個 戈蘭高地 戈蘭高地本來是佔了 佔了這個敘利亞的這個土地 後來敘利亞要回來 但要不回來 那川普就說 這麼多年都以色列佔的 戈蘭高地就是以色列的 也嘩然 但是也還能夠控制 他就是繼承事實 第三個就是你剛剛講的 約旦河西岸 約旦河西岸這塊地方 為什麼以前到佔領區 不是叫里斯林土 因為他沒有正式兼兵 他就是佔領區 因為將來巴勒斯坦人 他要建國的話 他可能就在這邊做個土地 建國 結果那以色列有很多 囤懇區 他很多在裡面蓋房的 囤懇區 囤懇區 結果巴勒斯坦人就講說 這囤懇區不能再擴大了 擴大以後我的國土 被你精吞蠶食吃掉了嗎 所以每一任的總統 美國總統都阻止以色列 擴大囤懇區 川普說這有必要 這是事實啊 那囤懇區也可以 囤懇區也可以 那麼乾脆這樣子 你就兼併這個 約旦河西岸好了 可是以色列也知道 一旦兼併約旦河西岸 那等於中東潘朵拉盒子 這就打開了 前面我們講的 耶路撒冷 戈蘭高地 也許還能夠控制 兼併約旦河西岸的話 可能的情質失控 他挑戰到巴勒斯坦人 根本利益 對 而且他是最 等於就是紅線了 但是以色列內部的 極右派或基本教育派說 哎呀 我們兼併 兼併 所以川普讓以色列兼併 那以色列也同意說要兼併 但是他在想說 怎麼樣的不兼併 然後因為真的兼併怎麼辦呢 然後川普就出來了 說我同意你兼併 但是我叫你暫時不要兼併 就是說我給你 然後說你先不要拿 然後我就跟阿聯酋講 你看我叫他暫時不要兼併 那你現在有理由了吧 因為你跟他建交 所以你阻止了潘多拉盒子被打開了 你等於拆除了暗線 那麼現在你不是就有理由解釋嗎 那他就好 所以阿聯酋就說好 那我也等於對阿拉伯事業 做了貢獻 我並不是被探巴勒斯坦 我等於做了一個新的貢獻 等於是換取了這個兼併的不發生 暫緩 對 那也是他人家說 他不是講說暫緩嗎 他沒有說不兼併嘛 不是 因為他如果說不兼併 他內部的這種反彈很大 所以他就有說我暫緩 暫緩後來暫緩 暫緩到什麼時候 也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等於你這樣 就回到你最原始的問題 那是不是一個談判策略 我看根本就是 就是我先讓你兼併 再叫你不兼併 其實都是我一個人在玩 其實以色列讓了什麼呢 他讓了一個他還沒有拿到的東西 所以他等於沒有讓任何東西 他等於是做骨本生意 是 一定很不錯 老師這樣子 其實有一多很多觀察分析 是指出說 其實這一次的 以阿聯之間的這個改善關係 其實背後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有默許 包括雖然他還是不承認 這個不跟以色列建交 但是他開放了領空 讓他們的飛機飛到了阿聯酋去談判 所以說其實沙烏地阿拉伯這個老大 其實他在後面其實是默許的貌勢 是 一點不錯 因為他開放領空 現在以色列跟阿聯酋的 這個民航機已經開了 民航機就超寬 沙烏地阿拉伯的領空 那麼才是更重要的是 川普上來以後 他是拉著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他中東的重鎮 一個支點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其實主要就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廚 MBS 就是摩罕默德兵塞爾曼 這個很年輕 他才1985年的 很年輕的一個王廚 那麼是誰負責對口 對接沙烏地王廚 就是川普的女婿庫什納 所以等於就是二代 這邊是駙馬爺 那邊是王子 然後這樣的接觸 所以以色列 沙烏地 還有美國 現在是中東的新的鐵三角 那你說這麼好的關係 那我們剛剛講 那為什麼沙烏地不承認以色列 就我們講說 就是因為巴勒斯坦的問題 沙烏地還必須擔著這個責任 所以他沒辦法承認以色列 那其實大家也有討論到說 這個下一步會不會是 以色列跟沙烏地阿拉伯正常化 還是巴勒斯坦還是始終卡在這邊 對 巴勒斯坦 因為以色列他 他下一步我想比較可能的 可能是巴林 或者有人講說蘇丹 或者還有很多阿拉伯國家 但是你會發現 整個阿拉伯世界在變化 所以我們就回到我前面講 川普為什麼顛覆了很多現有的秩序 但是沒有引起整個阿拉伯世界的 整個暴動或者抗議 其實川普抓到了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變化 因為長期以來 那麼等於阿拉伯 年輕的一代的阿拉伯人說 我們都對巴勒斯坦問題綁架了 所以任何東西 只要以色列要跟阿拉伯世界做關係 你一定要透過巴勒斯坦 等於我們其他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我們想跟以色列來往 但是我們就是受制巴勒斯坦 跟慢慢的年輕人就不見得覺得說 為什麼要受制於巴勒斯坦呢 所以以色列跟阿聯酋這次建交 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閃過了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無敵被淡化 它一旦繞開巴勒斯坦 開了這個先例以後 那以後很多人就可以說 我們也尋利 所以為什麼它是個骨牌效應 這個為什麼那麼阿聯酋 或者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交以後 後面很多別的波蘇灣的小國 或非洲的我們剛剛講蘇丹 這些阿拉伯國家 它就可能是下一個 所以整個中東的格局 可能接下來又要洗牌了 對 一點不說 中東的格局因為 因為川普整個顛覆了 一個最基本的幾個禁忌以後 很多事情就打開了 就會有新的一個局面 當然就是講到巴勒斯坦的話 可能跟接下來的科手問題 又有關係了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繼續再聊 那是今天比上班的內容 下班的請示範 還有帶太陽的關心 在這三年為了 同口手錄開關於這場法 為整個世界代表內典的將軍 我們聊天 繼續來關心 歡迎收看小明星 老師 當然就是商品廠 其實有留一個尾 其實這次的巴勒斯坦問題 是跟科索沃跟塞爾維亞改善 也有關係 那當然在美國的斡旋下 在一個禮拜前 這個兩國 塞爾維亞跟科索沃 其實同意改善 他們經濟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都知道這兩個國家 在剛開始分裂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的血腥 你看他們有什麼恩怨 我們最想講 這個塞爾維亞共和國裡面 科索沃本來是他一個自治省 是個自治省 這省的塞爾維亞他是斯拉夫人 他是東正教 斯拉夫人 科索沃裡面90%是阿爾巴尼亞人 他是回教 所以他的宗教種族什麼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以他也是自治省 那南斯拉夫在解除 在分裂的時候 科索沃當然也說說 那我們也要獨立 但是塞爾維亞是說 他裡面還有一個 匈牙利人的這個省 發現有兩個自治省 他就不讓他獨立 他說你這怎麼可以分離出去 那說為什麼不讓他獨立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15世紀的時候 土耳其人他打到 巴爾幹半島的時候 打了一場非常血腥的 科索沃戰爭 科索沃戰爭 結果塞爾維亞人就在 科索沃擋住了土耳其的入侵 所以也就是塞爾維亞的 民族主義的發言地 就在科索沃 用我們這樣講龍心之地了 或者說他的民族的命脈 就在科索沃 所以歐洲人也覺得 欠塞爾維亞一份人情 因為當年他是幫基督徒守門的 擋住了回教徒的入侵 那所以就是這樣子一個 一個民族主義的發言地 怎麼讓他能獨立起來呢 不讓他獨立 獨立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 打了一場科索沃戰爭 科索沃獨立 那塞爾維亞就打著美國 也就開始轟炸塞爾維亞 最後打了78天 98年後來就讓科索沃 就脫離了 脫離但是他並沒有獨立 在國際上的脫管 在美國的脫管以後 脫管期滿了以後 後來他們在2008年的時候說 就是我們要獨立 那獨立可是塞爾維亞沒有承認 沒有承認 他說你只是分離的省份 沒有承認 沒有承認可是他那邊已經自己有他的政府 總統也開始選了 在國際上西方大都承認科索沃 但是俄羅斯中國大陸是支持塞爾維亞 你怎麼讓他這樣獨立呢 而且塞爾維亞跟俄羅斯的關係好得不得了 他們都是斯拉夫人 都是斯拉夫人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過去一直堅在那 但是問題是十幾年下來以後 局勢已經改變了 塞爾維亞慢慢認清楚要不回來了 要不回來怎麼辦 那科索沃也曉得不能將軍的 所以怎麼樣關係 所以慢慢內部的政治人物 經過選舉也出來 幾個比較溫和的政治人物上來 那細節就不談了 也放得過政變政治人物出來 出來以後後來就決定說 我們是不是開始談判 歐盟也開始斡旋了 斡旋很多 而且很早就進去了 很早進去 斡旋後來也沒有結果 結果後來美國川普就進來了 川普進來 川普進來基本上就是談到經濟的原因 所以你看這一次他們在白宮 那麼川普等於周東 就是來來來談 他簽的是經濟合作協議 經濟合作協議 因為如果經濟不合作 如果講到經濟不合作的話 就卡在什麼地方呢 歐洲支持科索沃 那如果說塞爾維亞不支持科索沃的話呢 或者跟對抗的話呢 塞爾維亞將歐盟進不了 對 就進不了 所以塞爾維亞進不了歐盟 那科索沃這邊呢 他想進聯合國 可是聯合國裡面呢 俄羅斯跟中國是支持塞爾維亞 卡在那邊了 卡在那邊了 你不跟他和解 你也進不了聯合國 一邊是進不了聯合國 一邊進不了歐盟 那這個經濟又卡住 所以你看很多西方的 美國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公司從科索沃撤資 你不要講說別的 光是租車公司 你從科索沃出來開車 光是開到邊界 因為你跟塞爾維亞這邊 過不去了 你就過不去 對不對 然後塞爾維亞東西進到科索沃 有百分之百的稅 稅又很重 雙方都是都卡住都沒辦法 所以川普就說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不談政治吧 那如果川普本來想談政治 但是塞爾維亞不談 他說談政治的話 我內部沒辦法交代 那就先從經濟開始 所以這才有後來的 這個經濟的這個協議 所以說他們應該是從 先從簡單的開始談 最後再來談這個政治 他們有同意要擱置 這個承認問題 擱置一年 但我們想說 一年後還是得要談吧 對 他們現在就說簽了這個以後 就是他們就到 就是白宮完了以後 就那麼就到歐盟 到布魯塞爾 現在談政治問題 這問題 那談了這一年 他這個就幾個意思了 第一個就是 那麼科索沃在這一年之內 他就不要再去到處講說 我要參與國際組織 我要去獨立什麼的 那麼塞爾維亞 你也不要擋他 就外交修兵了 就我們這邊比較習慣 就是外交修兵 外交修兵 我們先把經濟 經濟先發展好再說 那你剛剛講的是 一年以後呢 一年以後誰也不曉得什麼狀況 但是一年以後 如果大家能夠享受 和平的紅利 覺得和平還不錯 那可能就可以推展下去 那就先看看 有沒有一些和平的果實 讓我們可以先成立 可是美國就得利 因為你的和平協議 你們這個經濟協議以後 那你首先就擋5G 擋華為 那你們現在簽那些 那叫發展經濟以後 那對不起 那那個發展5G的時候 華為不要用 所以也把這個中國問題 中國貿易的問題 中國貿易問題也扯進來 任何問題都可以扯進來 對不對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說那後來為什麼說 大家台灣以後 一跑去跟以色列建交 那跟以色列什麼關係 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科索沃是阿拉伯人 是不是不是阿拉伯人 是說穆斯林 他是回教徒 雖然科索沃是阿爾巴尼亞人 他不是阿拉伯人 但他是回教徒 所以阿爾巴尼亞是回教國家 他是回教徒 那回教徒呢 那麼這個就是 那你說川普又一手促成說 那跟以色列去建交 跟以色列建交 那你看以色列跟回教國家 可以建交 不只剛跟我們上一段講 剛跟阿聯酋建了交 現在如果又跟科索沃建交 表示以色列人跟回教徒 是可以打交道的嘛 那你們各地的回教徒 其實都可以慢慢的承認 以色列其實是蠻友善的 所以這又把它緩緩相扣 又都扣在一起了 老師我們就是 再稍微回道代一下 就是說 就是其實科索沃 他們之前跟塞爾維亞 也不是沒有嘗試過要談判 我記得2018年的時候 他們就有一個領土的交換方案 那為什麼當時是行不通的呢 對 當時有一個領土的交換方案 就是科索沃北方 那個交換叫北科索沃 北科索沃那邊呢 其實很多塞爾維亞人 那塞爾維亞人的一個山谷 山谷裡面有三個城 那個城裡面呢 很多又是阿爾巴尼亞人 那既然我的人在你那兒 你的人在我那兒 那我們就換吧 我們換 他們兩國本來決定要換了 但是歐盟覺得不行不能換 歐盟出來阻止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一換了以後 就開了一個先例 什麼先例呢 就是同一個種族人就要住在一起 本來就是說我的人 在你們國家的少數民族 你們尊重少數民族 那你的人在我這邊少數民族 那我們大家都遵行 互相尊重少數民族 這是很好 那如果同個民族都在同個國家裡面 那別的國家也有這種情形 另類的種族 他說那我們也要合併 我們也要併到那個國家 我們要學科索歐一樣 科索歐那麼一丁點大 就是他的種族一起 那我們也要住一起 那就各個種族就起來 巴爾幹半島 我們曉得叫做歐洲的火藥庫 本來就是各種族住的地方 是犬牙交錯 那你本來說每一個族都要 都要住在一起的話 那很多疆界叫重化 所以歐盟一看 不行不行 這不行 所以他們都談成了 歐盟說No 所以後來就叫停了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老師你說這一次的科索歐的核談 其實他某程度來講 牽扯到了美中貿易戰的框架下面 就科索歐有幾個很重要的意義 其實一個意義就是說 他獨立出來 他等於是他獨立出來 本來詹爾維亞不同意 不同意獨立出來 但是跟我們這邊不一樣 因為他的種族宗教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進來以後 但是他現在用的就是 你剛剛最早講的 我們從簡單的先談 我們先談經濟 那想想經濟從經濟 用這種經濟作誘因 或者經濟作壓力 那經濟一來壓力一來 當然就和美國的投資什麼 那就跟我們講說 美中貿易戰 那麼你說不管美國 對中國的不管物機 物機要看說 那歐盟是哪幾個國家進物機 那這個國家進華為 那這個國家發展不進華為 但是歐盟現在大部分 都對華為的資安問題有所顧慮 那你說將來你沙爾維亞 如果你要加入歐盟 或柯索沃本來就是歐盟支持 那你兩個簽訂協議 那不能說我柯索沃不用華為 你那邊用華為 所以大家現在後來都不用華為 都不用華為 這個就牽涉到說 整個貿易戰就這樣連過來了 對 那所以你說 貿易戰連過來了 當然你說到底誰會被犧牲呢 當然這裡面總有一點意識形態要犧牲 或一些強硬的犧牲 所以本來科索沃內部也有很強硬的 所以美國不斷就 科索沃施加壓力 那那麼塞壓力說 你要跟 要跟 要跟 要跟薩爾維亞去和解 你不能這樣 那薩爾維亞那邊當然了 你說馬上就放棄 我們爭了半天 不是講半天嗎 這是我們民族主義的發源地嗎 那怎麼割錯來讓 那我情何以堪 所以現在還不還不願意承認 他是獨立的 所以不能談政治 所以現在為什麼川普講了半天 就是談經濟 主要先從經濟開始 然後政治以後再說 你現在馬上想避其功於意義 馬上就開始談政治 我看是很難了 所以現在談經濟 所以這次本身 經濟大家就比較可以 各自回壓解釋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另外就是一點時間 就是說因為這次 其實也牽扯到了以色列議題 那同時這個科索沃 可能會是第一個回教國家 把這個大使館 訂在這個耶路撒冷的國家 那會對於巴勒斯坦來講 他又是另外一種感覺被背叛了 然後對於整個中東 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局勢來講 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對 一點不錯 那麼對以色列來講 絕對是得分 那你說這個科索沃 他昨天說 我把大使館從特朗維夫 搬到耶路撒冷 等於回報川普 那個川普你就斡旋成功了 你看 塞尾也要搬了 我也搬了 我們兩個都搬了 都搬過去 那等於幾乎就給這個川普 一個bonus 那川普很高興 你看我把這個不相干的地方 環環相扣 那對以色列來講 你看又有就是又有一個 就這樣回教國家搬過去了 那巴勒斯坦就覺得 巴勒斯坦其實你現在非常的鬱悶 可是巴勒斯坦 本來是這樣的 沒有 本來美國呢 他是有另外一個計劃 他讓這個 比如以色列 你佔領了 要兼併了 越旦和西岸這塊 那於是我弄另外地 給你巴勒斯坦 我給你換一塊地 拿個另外地給巴勒斯坦 那至於說 你說你要定都 東耶路撒冷嗎 那那個美國就是騙人了 他要定外地給以色列以後 耶路撒冷旁邊 畫一小塊給你 那那小塊根本是 根本是城牆邊 那城牆沒有人要去建都的地方 不可能 那是騙巴勒斯坦 但是換一塊地給你 你要不要 那巴勒斯坦反而說不要 他說這個 耶路撒冷是非常神聖的 我怎麼會拿耶路撒冷 就換一塊地呢 那我現在就問了 如果東耶路撒冷 你巴勒斯坦真的拿不到 那你要不要換地 反正拿不到嘛 拿不到換 還是拿不到不換 那都是拿不到 那多換一塊有什麼不好 所以巴勒斯坦內部 可能也會變化 所以我看下一步 如果巴勒斯坦 不是很激進的去抗爭之外 那就是巴勒斯坦 領導班子要變 他一定有新的年輕人出來 說我們是不是有些新的思維 既然世界已經變了 是不是有些想法會變 我們剛剛講說 阿拉伯世界在變 那難道巴勒斯坦內部沒有變嗎 他一定也有變 所以我說這個潮流 伊斯坦世界 或是穆斯坦世界的潮流 已經起風了嗎 轉風向了 對 已經起風了 已經起風了 所以因為是起風了 所以我們本來每次看到 川普顛覆了一個什麼東西 我們馬上去看 就猜你在顛覆了以後 一定會有什麼樣激烈的反應 結果顛覆以後 沒有激烈反應 一次沒有 兩次沒有 三次都沒有以後 你發現真的是不一樣 這不一樣以後 就是一個新的秩序正在成形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實際上是這個 舊秩序在崩解 但是新秩序還沒有成形的 這樣的一個關鍵時刻 所以現在算是 新秩序前的過渡期 一個過渡 對 好 謝謝老師 謝謝您的分析 今天是今天比賽 節目內容沒落在 台詞加收看 今天是料理先 下次禮拜 香港的時間再會 小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